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 大家一定覺得很疑惑 我們現在是在納智捷 Urx的記者發表會現場 Urx不是之前就發表過了嗎 而且它是5加2的樂活款 之前我們也為大家試駕過 七人座的版本 而且是七人座都塞滿滿 七個人坐在車上 那這次它到底能夠 變出什麼樣的花樣呢 設置起來感覺很像是七座對不對 但是它有玄機在裡面喔 現在馬上幫大家來變魔術 其實非常簡單 大家看到冠儀今天穿得非常優雅 還穿高跟鞋 但是呢 這也是一樣的很好收啦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拉環 我直接把它往上拉 往側面收耶 它跟Alpha是一樣的收法 可是Alpha真的好難收 可是起碼呢 它是很輕鬆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扣環 把它扣上去 之後呢 它雖然有點鬆鬆的 但是我們把它拉緊 拉緊之後 就固定住了 後面就不會有一些異音出現 這時候終於又空出來一個位置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個玄機 兩張椅子收好之後 接下來告訴大家一個口訣 一黑二黃 小黑跟小黃都來到現場 不是 是這邊呢 有一個解鎖的 這是黑色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快捷鍵 這是黃色的 所以我拉了這一根 等於說它是一個拉餅的時候呢 我直接往前推 就可以往前了 好 然後呢 再把它往下拉 欸 我喜歡這一個 你看 它後面的那個 下保桿的部分也往下了 然後 很輕鬆 家裡呢 手無伏肌的女生也可以做到 它就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斜板 就產生了 這時候大家就知道了 即使呢 你不做伏指車的功能喔 它還是有個樂活的功能 所謂的樂活功能就是 裡面可以塞腳踏車 而且根據官方的數據是 它可以塞 3個26吋的行李箱 還有3個29吋的行李箱 可以說是同級最大的 可是如果你輪椅要上去的時候 要注意 這邊呢 要往下放 它就變成一個三點式的 那這個三點式的 其實他們在ARTC 有經過一些撞擊的測試 包括了這個三點式的 有一個叫QuickLock的名字 重點是呢 它還獲得了 德國2020的 IF的設計大獎 哇 台灣之光欸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欸 好 那我現在為大家示範 好 我們把它推上去 很簡單 大家都不用說我要對準哪裡 它是有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有沒有 前面這個地方 有聽到卡一聲嗎 很輕鬆欸 我今天還穿高跟鞋 那如果你要把你的家人推出來的時候 就只要輕輕把這個小黃 把它往前推 就可以了 真的很方便欸 那這一次呢 他們這個5加2的樂活 它還特別在這個底板的地方 有做一個填字型的鋼梁 然後也經過ARTC的撞擊 我覺得這個安全性 URX不用懷疑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說 平常你不樂活 然後你也不做福祉的功能 外觀上面完全看不出來 它是一台福祉車 這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去野餐 我幫大家再變一下 還有一個東西 好 這個就這樣給它放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它有個六角鎖 然後呢 它就變成一張野餐桌 它也可以當成椅子 有沒有 這時候這邊是湖邊啊 之類的啊 然後你可以在地上鋪上一個野餐墊 哇 我好想買喔 那既然它的第三排收折 跟一般大家知道 URX的七人座 它的收折是不太一樣的 我也要幫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這時候你不做福祉的功能 你要七人滿載的話 它第三排座椅的表現 它的空間到底如何 其實呢 這個就跟之前 我幫大家試駕過的 URX它的功能是一樣 它是前翻摺疊 你可以透過你駕駛座的地方 它有一鍵 按下去就它會自動的摺疊起來 然後這邊我要特別強調 我覺得有一些很暖心 尤其是如果你的家人 它腳行動不方便的時候 其實它最需要得到的是關愛 這時候呢 其實URX它有關懷到 坐在第三排 譬如說 如果我的家人 它是坐輪椅對不對 我可以直接面對面的照顧它 爸爸你還好嗎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玩喔 然後我就直接幫它扣 可能安全帶啦 或者是它需要水什麼的 我就可以直接遞給它 而不是從後面去照顧它 眼睛對眼睛的這種關懷真的很重要 其實它們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然後你看這個開口 我這樣擠進來是很方便的 再來呢 我直接要爬上第三排 如果我不光 請幫我打個草莓喔 呵呵呵 好 之前我們示範的 七眼滿座的位置是一樣的 因為第三排它需要有 比較靈活性的運用 所以它的大腿支撐性 絕對不會有第二排好 這是我目前做過 如果說國產的百萬級距的休旅車 如果像跟Outlander比的話 它第三排的確是表現比較出色 因為它的軸距有2720mm 它可以說是 現在大家熟悉的CRV啦 Outlander或者是Rubbo啦 或者是KUGA 它都還要更長 然後你看後面還有冷氣出風口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 就是需要扶植功能的話 它在後面 它也有自己的冷氣出風口 我覺得這個很貼心 好 最後大家非常關心的價格 馬上為大家公佈 在七人旗艦款呢 大概是破百萬的價格 可是這一次呢 UX5加2 括號加1的樂火版呢 正式的價格是99.8萬 而且他們有一個比較佛心的價格 就是如果找鳥的話是減1萬塊錢 跟頂級的七人旗艦啊 差了12萬塊 可是你多了很多的功能 你可以去樂火 等於多功能的SUV 而且你還可以有福祉的功能 還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要是買這一次發表的 5加2加1的樂火版的話呢 你不能用太舊換新 因為他們這一次因為UX呢 它的應該說這個樂火版 有福祉的功能 所以政府有補助他們的貨物稅 那把這個貨物稅的價格 全部呢 都回饋在消費者的身上 所以你才能夠用 100萬福到的價格 你可以買到七人座 而且它還有福祉的功能 更重要一點 很多人不喜歡別人知道 它開的是福祉車 那你從外觀看 它就是一台 就是一般的休旅車而已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到展間去 好好看一下這台車囉 本集中